但是這個新聞比馬亞美光更加重要 因為這是很正規的傳統新聞 所謂正規的意思是 有一個人他事而不捨 又透過自由資訊法 借車列料亦有一些消息渠道 這些資料是怎樣呢? 一段時間在伊拉克,應該是2018年 當時在伊拉克的美光基地 他們拍攝到一些片段 現在我們要展示給大家看 有一塊東西在這裡 這塊東西有不同的形容方法 他們形容為Jellyfish 即是海折或水母 它有甚麼特別呢? 這塊不是人看到的東西 肉眼看不到 但是在當時這個美軍基地裡的監控攝影機 是熱感攝影機 即是說它是看熱力的 就不是看我們人眼看到的波段 其實每個物體都有發出光線 有些比較強烈 譬如紫外光就比較強烈 頻率高一點 有些是紅外光 這塊東西的奇怪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它形象方面非常巧合 也不是一些幾何同案 是一些很岩慘的東西 它飛行的情況是若緊若現 如果用這個鏡頭來看 其實就是它的熱力 它發出的熱力是有變化的 我們沒有可能做到這件事 即是我們會說 突然間這裡的熱力變成這樣 但是它在那裏就變化 而且它跟著游走的軌跡是落水底 落水底的時候是完全沒有那種阻力 一潛就潛 這個以前也有 我們之前說過一些公務出來的UFO 亦有同樣的情況 就潛了17分鐘 但是最大的危機是甚麼呢? 就是因為這是美軍基地 這一隻是自出自入 是完全不受到美軍的任何阻擋 究竟是敵方的無人機 還是鏡頭上? 即是有些人現在說一件事 是因為鏡頭黏了一些東西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所以你就會拍到這些東西 但是這個可以大家評價 就是它飛行的模式或速度 是否鏡頭黏了一些東西 就會這樣做 那個紀錄片的片主 現在掌握到這段影片的導演 Jeremy Cabell 說 它是從美軍 即是這個已經界定了 它是不明飛行 或是在UAP的這個 database 裡面有人給了它 是 它可以確認到這個是官方的紀錄 有很多時候它用一種叫可能感光 或者那種技術 就是捕捉到很多在現實世界 我們肉眼看不到 但是一個攝影機 它可以捕捉到的 好像之前的飛姿事件 是不是 Flash 除了這個之外 它也製作了另一張照片 這個就叫做調燈 Candalia的UAP 在某個角度拍攝了不明飛行物提出 有些人問過 為何你沒有這個影片呢 它的答法是 它其實是有這個影片 不過是基於要保護那個消息來源 所以他們暫時只是公佈相片 亦都保證這個相片是來自官方 即是美國恐怖 戒定它是不明飛行物體的照片 你可以不相信它 但不相信它之餘 它也持續被人踢爆 舉個例子 例如美國官方 這些片段是假的 其實很快的 所以這個不需要大家糾纏這個問題 在哪裏拍到呢 就是在波斯灣上拍到 我相信應該也是戰鬥機的機師 在上面拍到的 這些片段 我覺得他們有賴LASA 創造了新研究UFO這些事件的時候 不要只用物體 即是有不明飛行物體 來做一個研究的方向 又是用UAP 即是整個領域 高空裏面 發出一些反常的現象 來做的時候 他們用這個方向來講 他們擁有大量的片段 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因為LASA是先行的 所以現在這些片段 我覺得是第二波 我們都很重視的 除了他拍到的 有另外的海軍陸戰隊成員 確認了這個片段是真的 即是不是偽造的 問題又來了 我們以前看見的飛碟 還給你Shikayan飛碟 三文飛碟 現在越來越多 尿噹東西 這些是叫Bio型 即是新化液 這些是為何不完整 即是很癌殘 他可能本身 他有一些 你剛才看見 都像水母 即是那種形態 現在很多人拍到 越來越多 這些叫做新化的飛碟 他不是這樣叫機械 或者金屬 或者一些很硬的 即是我們平時看到的 機械工具的飛行物 但是這個 如果從形態上來說 是新的東西 不是新的 都以前出現過 不過不是那麼多 只是這樣解釋而已 即是要解釋一件事 就是這些 如果從物理學上來說 我們怎樣解釋到 這樣的形態的東西 可以這樣飛發 即是我們為何會 在這樣的條件下 我們才看到它 但是這個 似乎現在沒有科學家 或者物理學家 願意去面對這個問題 是的 因為你剛才說的時候 就算你很有足夠的證據 很多時候 你都說 先讓人踩到地上 我不是在那裡 是真的 沒有 沒有 好